Angela Baby生日,跑男团成员都送上祝福除了她和她。 2月28日是Baby生日,娱乐圈里各明星纷纷送上祝福。 微博热搜的是送上祝福的杨米,让大家不再说她们俩是塑料姐妹情,大家关注的不全是杨米和Angela Baby,而是草点满满的张大大,她们是姐妹团,有人故意将大大的头像毕掉假装她不在。 杨米说祝福她,不如东海,寿比南山,和浅他们间的铁关系,珍贵而美好的友情。 除掉杨米的微博祝福,咱们黄晓明大哥直接飞巴黎给她庆生。 除掉她们,新一季的跑男快要跟大家见面了,应该比较关注跑男团的兄弟姐妹对Baby的祝福吧。 下面来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情况。 在Baby生小孩期间代替她的迪丽热巴简单地送上了祝福。 尽管有各种传闻她们俩不合,但是明面上她们的你来我往没有鸣枪是否有暗刀倒不得而知。 迪丽热巴在发布18年的新年祝福视频中,公开表示不再参加新一期的跑男,但是会在电视机前为跑男打call,她不参加的原因不得而知。 准爸爸王祖兰,辣妈生日快乐。 Baby回复谢谢祖兰,祝你早日成为辣爸。 这两个温馨的话语,可见王祖兰对小孩的喜爱和期待,也说出了对Baby的寄与希望,不应家庭小孩变成黄脸婆,依旧展露好身材的赖妈。 她的跑男情侣正凯和邓超邓叔叔呢? 别具一格,他们俩凑在一起喝上两大杯啤酒,拍下视频送上生日祝福。 邓超一如既往的搞笑,拍个视频却把手给别住了,他们俩负责点子心眼和搞笑,一如跑男姐妹中一样。 大吃破豚贺能,直接说要为大哥生日快乐。 在他眼中,大家都是好哥们,都是跑男的兄弟。 在他眼中,只有他才是天才,只有吃才是他的真爱。 跑男团的成员都送上了祝福,除了李晨和陆寒。 李晨估计是还沉浸在跟范冰冰将要修成正果的喜悦中吧,忘了baby的生日。 而陆寒呢,可能因解约一心娱乐,事业上的烦心是忙得不可开交,顾不上了吧。 不管怎样,还是送上祝福吧,Anjala baby,生日快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